周一受到了冷风通过 再加上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气温是明显比上周末冷 而接下来的天气又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蒋邦彦来告诉大家 相较上周末的好天气 7日周一受到冷风通过 加上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 气温明显下滑 8日周二虽然阳光露脸 不过人受到大陆冷气团 及辐射冷却影响 整体感受是又干又冷 东半部地区伴随林新短暂雨 提醒汽车民众要加进外套保暖 8日的时候高压大概就要出海了 9日高压更出海 然后9日以后 整个高压系统在偏东出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9日到13日之间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系统影响到台湾 所以9、10、11、12、13 对我们来说天气是相当晴朗 温度蛮适合的一个情形 8日过去以后 因为8日就开始转干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天 虽然还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但是水气就偏干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从8日到13日 基本上在花莲的地方 水气都不会太多 但是因为8日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温度还是比较偏低 然后从9日开始 就温度开始慢慢回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温度大概都维持 高温大概都23、24度 然后低温都在18度附近 所以基本上从9日开始 这一周花莲的天气是相当舒适的一个天气 春寒料鞘炸暖黄寒 周三9日开始 冷空气将会逐渐减弱 未来一周花冬预计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不过提醒民众还是要留意辐射冷却效应 导致日夜温差大的情况 早出晚归适时增添衣物 做好保暖 接着讲帮演华联士报导